桃園机场一名清洁工在3号确诊 4号上午再增两名清洁工跟一名防疫车队司机确诊 桃園市长郑文坦表示桃園秉持及时疫调 匡列跟隔离通知两间学校预防性停课 同时也扩大裁减务必将国门守住 确诊发生后 那我们针对职场家庭市场学校 那分别匡列的这个要追踪裁减的人数 那而且不断的扩大 那目前家庭的部分匡列的6位 那么裁减的结果都是阴性 那另外跟足迹有重叠的就是防疫车队 那防疫车队的司机裁减330位 那目前预定扩大裁减到700位 那希望能够守住这个机场的防线 此外为了让采买的民众安心 桃園市也宣布中正市场修饰三天大行销 并且成立社区裁减站 请有足迹重叠的民众前往筛解 但市场摊伤却很不满意 对啊 这样管制不好 害我们大家做生意没钱好赚啊 希望怎样 希望补助是吧 对啊 要补助啊 要停几天 要停几天 要停两天啊 要不然要怎么活 大家很容易有戏 个案来讲的话 它是在定点做生意 但是它并不是经常性的 它算零食摊 那只要有足迹经过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针对这些足迹的重点 去做消毒宣导的工作 针对国门防线的疫苗施打状况 市长也表示 机场国门第一线跟防疫人员 都有要求打第三纪 而且施打率要打百分之百 我要求我们机场的防线 包括机场所有的机组人员 包括地勤人员 包括机场服务人员 也包括外包的这个工作人员 那么一律要打第三纪 而且覆盖率要百分之百 另外防疫车队也要打第三纪 要百分之百 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 一千个 也要打第三纪 也是要百分之百 我想这个部分是一定要 按照规范完成 机场大行销 防疫车队也同时扩大裁剑 期间的机场云南问题 市长也强调以防疫为重 车队要裁剑 确定没问题 才会回复上工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导 再次发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